嗨,大家好,我是沈西 我是Adam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挑战 也是我已经蛮后悔的一个挑战 我们要公开我们不习惯的台湾食物 Yes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差不多喜欢台湾的所有的东西 有人问过我们你们不喜欢台湾的什么 你们那么爱台湾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 不能说有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有不习惯的食物 所以提到食物这一点我想强调的是 没有人的味蕾能够喜欢所有的东西 当然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超市买我们的秘密 Opposite of 口袋名单 公开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东西 然后挑战把它们吃 享受不同的文化是要开放 要愿意试试看 那虽然这些我已经吃过 但是我可能吃了一小口就马上拒绝它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握这个机会 分享一下我们的反应 而且分享我们为什么不太能接受 所以如果你们其实很喜欢吃我们今天不喜欢的东西 你也可以自由的说 可以留言 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也不喜欢 也可以说没关系啊 哇今天下大雨而且蛮冷的 对啊一下子就变冷了 我昨天穿短裤今天穿围巾 毛巾 sweater 毛巾 sweater 今天穿毛巾 猫巾是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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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穿短裤 今天我穿毛巾 猫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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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去超市回家 好好公开我们不习惯的台湾食物 好 等一下见 哦 我刚刚喝了 你们们回来了 哦 噢 噢 这最糟糕了 这个反应是对于 苦瓜 我是吃过一次 但是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 I couldn't do it 所以这个是苦瓜鸡蛋 对吗 对 超鸡蛋 噢 天啊 我看到了 噢 这超有趣的 因为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尴尬 噢 天啊 需要用UberEats买这个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照片 整个胃口就没了 噢 这个苦瓜 臭得很糟糕 第三个 第三个是 皮蛋 这个比较可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自己 crack 对 就会是我们第一次播客 最后是 蛋黄酥 这个应该算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知道每个人的味蕾不一样 但是看到这四个 我很难相信 真的有人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 在我们开始吃之前 我另外有说 我们逛街的时候 到处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对 很难不买 真的 我们有跟彼此说 在吃完这些难吃的东西以后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 reward 你不喜欢的 就会变成我的奖励 其实我觉得好笑的是 选择我喜欢的一个奖励 比 选择我不喜欢的东西 更难 真的 因为我只能选一个 当作我的奖励 等一下 让你们知道 Adam的price 那我们先挑战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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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 承认不同的文化和食物 here we go 对 这个是蛋黄酥 虽然它很可爱 但是它 有一点evil 好可爱哟 蛋黄哥 外面的面包真的很美味 但是里面的 咸蛋黄 蛋黄我只会在 早餐的炒鸡蛋 才会吃到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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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到中心了 下一个 呃 哭瓜 这么快 都叫最难的 呵呵 可以哦 哭瓜到底是哪里来的 地狱来的 噢 噢 噢 我觉得它的味道 比 牛脸的味道还要重 还要重 还要很怕 还要重吗 我的鼻子受不了 哦 不是 这是你剪的 哦 哇 这个哭瓜很怜悯 OK 3 2 1 plataform比如aa payments okay for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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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sh spit up 你哭了 我感到很酷 我感到很酷 真的很酷 看她的蠻蠻的 你看她的蠻蠻的 我的天啊 你讲个都红了 可以放在哪里吗 不用多说了 我真的不是一个 调食的人 她真的不是 我几乎什么都能接受 也很喜欢 更少 有很讨厌的东西 苦瓜 是我那个list 第一名 第一名 I've never had that kind of reaction to food 其实我们结婚了 两年了 我好像没有一次看到你呕吐 That is probably the closest I've gotten 当然那个不仅是口味的问题 也是口感的问题 我把它放在我的舌头上 感觉我的嘴巴 我的肚子 马上拒绝了 他们不要 他们不要 他们不要那个东西 可能我的身体以为是什么 不能吃的 毒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苦瓜是毒 我的肚子现在有一点 like squeeze 的感觉 有点生气的那种感觉 你懂吗 yeah yeah it's like what are you doing to me yeah 你干嘛在虐待我 oh why is it we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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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闻看看 阿哈哈 它是 哦哦哦哦哦哦哦 是有人专门 包 放屁的那个气吗 哦哦哦 啤蛋我有吃过 准备好那个 下面会有什么酱啊 但是这个蛋壳 有咳 可怕很多 可怕 更可怕的是我闻它的时候 我的脑子知道 诶 你等一下闻到的 就是你等一下要吃的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哦! 为什么有泡泡在里面? 什么? 为什么有泡泡? 我好像在想出现这种猫 噢!我的天啊! 噢!我的天啊! 噢!我的天啊 那你可能会想说 啊!Hailey Adam 你们这样吃 不对 要陪那个豆腐和这样吃 No! 没有差 就不了 嘿 你吃大便 但是陪牛奶 就会好吃 No 噢!它很搅滑! 很像果冻 我闻一下 其实 噢!那是什么? 那是蛋黄 噢!我的天啊! 但是现在变成蛋绿 为什么有点点 我今天在努力 噢!我的天啊! 她在泡泡 我们应该是要闭着眼睛吃 对啊!因为看它的颜色 我真的 I get psyched out 一二三 我吃了 你还好吗? 噢!我的天啊!你吃了大碗! 你吃了蛋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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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你看看你说的 噢!我看了!我看了! 拍摄 不要拍摄 噢! 噢!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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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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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到那个蛋绿 可以可以这样说吗?蛋绿 我吃到这个蛋绿 它爆了 你赶快喝水 大家这真的很难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挑战 那你还有一个 很喜欢台湾传统的冰品 但是 我发现很多人跟Adam一样 也不喜欢绿豆 红豆 芋头 但那个花生你可以接受吗? 绿豆 红豆 芋头 小艺人 那种 soggy 水水的花生 我都不敢吃 那传统的冰品 把我所有不喜欢的放在一起 这么小一颗 这么小一颗 那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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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尽敢吃也是喜欢 我一直都喜欢 你都知道 我跟你们说 我刚刚买了24岁 我的生日蛋糕不是蛋糕 是豆花 最完美的 你准备了吗? 我喜欢你吃这个东西 我喜欢你吃这个东西 没有刚刚那个可怕 我做到了 我知道他会吃起来怎样 但是 对我来说比较是口感 豆沙 但我真的很喜欢 这有点太甜 怎么可能 它很甜我才能接受 吃豆子的时候 比较习惯吃类似 Bushes baked beans 有酱 是咸的酱 口味很像BBQ 然后你会陪什么汉堡啊 或者牛排吃 而且它很质 不是水水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习惯的相反 不,我不能碰你 我不能碰你 不,我不能碰你 不,我不能碰你 不,这个意思 OK,你的奖礼是我很讨厌的 我的奖礼是 黑麦吃 你喜欢黑麦吃 我们刚刚说有两个原因 我们会想要拍这支影片 但是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如果要送我们东西 不要送这些 刚刚好像要加点那个 我这个甜度我猜 台湾人也没有办法接受 我应该是要加水 因为 真的太甜了 还要给你们更新一下 关于我们的房子 就是我们 我们有顺利找到一个 真的谢谢你们发讯息说 知道中介啊 或是可以介绍自己的房子 如果没有你们 我们就不会找到 这个房子 所以谢谢你们 我们也很期待在留言板 看到你们喜欢 或不喜欢的东西 那谢谢你们观看 我们今天虐待自己 我们爱你们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帅哥来了 蔡西 最后问你 你感觉自己是百分之几的台湾人 百分之八 八十还是零八 百分之八十 你呢 我感觉生活习惯上 行为上 我还是一半美国人